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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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個太陽真的很亮 呦 成功了 哇 你還好嗎 哇 這是我一生中做過最酷的事情 看第一次坐飛機人的反應 還真是件愉快的事 哇 嘿 幽靈 這真的很開心 你是不是也很開心 我是說你沒有和我在飛機上 但你至少是看著的 對吧 那Cedric 怎麼樣 謝謝 謝謝 謝什麼 那我飛 大老蛋我飛 嗯 不用謝 也謝謝你回答我的問題 還有告訴我很多關於世界機器的事情 對於在你舊世界發生的事 我感到很抱歉 因此我會盡我所能的幫助你 而且即使它是台機器 這個世界依舊很美 我要飛翔 我要去看海洋 我要去見很多友好的人們 像你一樣的人們 還有Portotype 即使它現在出出故障了 我很高興你神心態能這麼客觀 Niko 我也很高興我們能夠認識 儘管是在這樣的處境下 說到Porto我可能現在就要走了 我還要去接那對兄妹 是的 他們應該還在等著你呢 還有 你記得要去地面做什麼嗎 嗯 我記得要去修理一個電梯按鈕 好 你應該去 我們一個小時後在這裡見 好嗎 明白 好 現在我就 欸 不 他們被困到了島上 Cadamus Arula 他們 我們 我們剩下的時間不多了 Niko 計劃變更 請給我那個 內存盤 好的 仔細聽 我可能又要成為目標了 所以為了保障你的安全 我們還是分開比較好 我需要你找到一個大宗下面的門 門後面就有通往地下的電梯 你到他的電梯後 快速找到Ru 並把他帶回那個房間 他知道我怎麼做 好 那你呢 我回去把Pro都帶回來 欸欸欸 喔喔 怎麼 你還好嗎 不用擔心我很好 請不要這樣笑我 嘿 幽靈 讓我們盡力而為 欸 他就這樣跳下去了 嚇死我了 這什麼 為什麼有個水池在那邊 我們要找到 唉唷 請不要靠近 我們要找到的是 他說什麼 大宗後面有一個通往 喂 喂 工作啊 喔對了 那個電梯小哥 喂 喂 現在隨時 嗯 喔 對不起 哇 喔 你是 你 天啊 沒想到會撞上 電梯少了一個按鈕 對吧 你怎麼知道 嗯 天使用力會和我幫你修好他的 真的 感謝上帝 那些撤離人員都指望著維修 都指望著我 但我來這裡幾個小時了 什麼也做不了 撤離人員 你知道 來自西邊公寓的 那些方塊昨天破壞了他們的住處 嗯 現在所有人都擠在咖啡廳 我真的很想盡快的讓所有人到達地面去 這個情況下的避難所 地面上的圖書館多了一輩的人 我明白了 好 等等 為什麼 我們 為什麼不在公寓找些一些 磁鐵 加加加 磁鐵之類的東西 有理 找到什麼 蛤 Fuck 不 好 我們要找另外一個 大鐘下面 我怎麼知道哪裡有大鐘啊 這邊斷掉了 這床咧 不要睡 趕快 專心的把事情做好 算我的眼睛有點花了 好像不是這邊 這邊是咖啡廳對吧 你好 你好 舊師主 來的不是時候 西邊的公寓 西邊 一天前遭到方塊的破壞 情況很糟糕是不是 是的 但至少 撤離的人們都沒事 我們先讓他待在這裡 那個企鵝 是的 還是很毛耶 還是很毛耶 現在不是和企鵝說話的時候 所以他是居民喔 我以為他是奇怪的娃娃 和往常一樣 該死的 是不是 妹 嘿 嗨 很冷 润 郁闷 植物精灵麥子 他現在怎麼樣 他死了是吧 他總是用盡全力保護每一個人 好吧 所以我們現在也不需要去找磁鐵跟咖啡罐 那我們現在要幹嘛 大中下面可以有通往地面 所以這邊不行走了 大中 哪裡有大中的 現在是第11個小時 你不是應該和其他撤離人一起嗎 可能 11個小時 該不會是我遊玩這個遊戲的時間吧 電腦是關著的 欸 這什麼 我靠 好長 也是在我的文件中嗎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是在我電腦裡面嗎 欸 有欸 有四張圖 有嗎 有了 電梯不會開 沒有控制板也不會開 等等 好像有控制感從天花板上垂下來 這個 這個 高高 要找高一點的人來 紅色的 綠色的 藍色的 怎麼這個就不說是紫色的 我們去找高一點的人來 我們去找高一點的人來 我還以為可以用那個敲棍敲它 我還以為可以用那個敲棍敲它 膠帶台不見了 誰拿了我的定數機 我們去找電梯小哥 我們去找電梯小哥 好 好 走了 我們有夥伴了 HRPG style 而且 他在唱歌欸 你們有看到他頭上有音符嗎 好可愛喔 那不是音符 可惡騙我 那是一個很高的桿子 很長的桿子 我以為他在唱歌 而且他是站在我的側邊的耶 就是 斜後方的感覺 欸 喔 這個房間讓我毛骨送來 嗯 我也覺得 是的 那麼 你現在需要什麼幫助 你能勾到上面的控制桿嗎 呃 好的 等等 我沒那麼搞 但 值得一試 等等 我勾到了 喔 原來那一根就是這樣子的 真好 謝謝你先生 不用謝孩子 那 你來 嗯 欸 欸 喔 安全到達 看來這個電梯可以正常工作 我會去接那些撤離人員 嗯 哇 發生什麼了 不 是方塊 是嗎 這裡沒有 但是 我能聽到他們就在門外 是的 堅持住 或許 幽靈和我可以 不 不 沒關係 看起來方塊沒有在電梯裡 目前還沒 你很著急是嗎 去做你應該要做的 那你呢 我會自己解決的 好的 啊 每一個人都離我去啦 好 我們要去找那個在哪裡啊 小狐狸 他在 我一直以為他是上一 所以他是舊世界的人 沒錯 等一下 請 你不可以 實際上是隨時會倒塌 啊 放開我 啊 Cedric 他 我 沒法阻止他 女士 救世主 喔 你來了不是時候 快點我們要離開這裡 去去哪裡 現在大家都在那 欸 就這樣把我拉走了 圖書館 欸 Kip 你好法無傷的回來啦 你但你沒能告訴我 但你沒告訴我 就離開了避難所 這確實讓我嚇了一大跳 對不起 George 啊 你還找到救世主 甜心 Sweetheart 進展如何呀小傢伙 不太好 一樣 我們 在這個男孩想要闖入實驗室時 我們偶然碰面了 我 沒能阻止他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這麼堅持 他說他需要重新組裝一個機器人 你認識他 是的 機器人 嗯 你們在談論一個白頭髮帶著護目鏡的小孩 是嗎 嗯 那是Cedric 他帶著我的一本書 逃跑了 說是有緊急事情 我就讓他拿了 希望他沒遇到麻煩小傢伙 是的 我也希望一切平安 要是運氣好的話 實驗室還能夠撐住 足夠長的時間 喔不 喔天啊 他 那是 實驗室 可憐的小孩 不 不是他 我 關於你的朋友 我很抱歉 上次 我們說話的時候 他說 他告訴我要去地面找個人 我得走了 朋友 你知道我們不能讓你往活坑裡跳的 火焰 方塊 但 Joyce說的對 那些方塊 是不是就是針對成立許多不牢固的結構 只有圖書館的結構完整程度可以抵禦方塊 抵禦貪方 你最好待在這裡知道一切都穩定下來 無論要等多久 但 但 那我的任務要怎麼辦 至少你們需要讓我把太陽帶回來不是嗎 太陽不會讓那些方塊消失的朋友 悲傷 不要說 即使想到那張燈 即使想要到那裡也是非常的難 若世界是現在這樣 很難說塔樓裡面是什麼情況了 而且要是救世主受傷了那麼所有人 那就會帶來與我們的期望完全消壞的結果 朋友 唉 我的一個朋友 他很久以前說過這個 最好是讓世界自然的消亡 沒有人必須擔起這個責任 那時候我以為是他的代碼錯誤在胡言亂語 但現在我開始懂了 就是主很抱歉 我真的非常非常抱歉 這一次我們用我們的希望和信念讓你背負了重丹 充滿喜悅的盡望了你只是個迷路的孩子這樣的事實 嗯 你可能比我們任何藝人都要害怕 不是嗎 我們已經處在悲劇中太久了 他們現在已經成為了我們背景噪音形以為常了 但對你來說這肯定是非常令人害怕 而現在你肯定還和我們一起困在這裡 被那些你被告知要去救的人拖出腳步 我們看起來肯定很沒良心 這沒關係的 我 當我第一次來到這個世界時很久以前 那時我唯一想的就是回家 前世幽靈你記得嗎 那一次我不確定對你來說是多久以前 但我會永遠記得 我實際上並不是那麼確定的想要回家 即使知道世界中最終會滅亡 但我還是想要這裡的人們能夠快樂 所以當你讓我回家時 當時我不確定 但我更相信你幽靈 然後我就回來了 你什麼 然後我發現世界是現在這樣 然後 Prototype告訴我要忘記他說的事 Cedric告訴我不要想那麼多 但 我 我很抱歉對你生氣 回到空去一些 我覺得你知道這一切還是繼續這樣做 這好像有點殘酷 這好像有點殘酷 但是我意識到了 你是真的想要同時拯救世界和我 但最後你只能選擇一個是嗎 這是不是讓你很難過 我肯定是 如果世界沒有崩潰 那還會有這個選擇嗎 你還需要左右為難嗎 左右為難 因為當初真的是兩個選項在左邊跟右邊 但即使如此 我還是想要拯救這個世界 幽靈 即使這一次更加危險 即使我們認識這麼多好人都 都 幽靈 我再也不害怕了 這也是為什麼 我覺得你們應該讓我去 我保證我會沒事的 拜託 孩子 你真的很強大 你知道嗎 我 去給他們好看 小拉虎 Go get them tiger 嗯 要是George不介意的話 我想我們現在應該讓你走就是主 但答應我們 你會小心好嗎 嗯 你們也要注意安全 好 看一下其他人怎麼說 欸這不是外面那些 以前舊的那個 照相機的工作人員 等一下這是什麼 這是誰啊 是 欸 這個 這個 這個沒有看過吧 世界 馬上就會變得更冷 至少我可以讓這裡每個人都暖和 原來是 暖爐啊 小狐狸 好可愛喔 你在這裡 你狗 你是弱嗎 是的 你是不是已經見過其他人了 呃 是的 但 一切都還好 快點 讓我們回到中房吧 嗯 中 中房 中 中房 好可愛喔 而且他撥它的尾巴 尾巴 B TANA的書是作者寫了一本 描述它的誕生過程的書 那是它最好的作品之一 你會很喜歡他對細節的知覺 所以所有小部分的就在一起 我是我叫定過最新奇的書朋友 催催催是哪裏啊 這個也上去 回來了 所以是這裡喔 鐘樓指的是這一個 鐘樓外面有個大時鐘 還有兩個人在哪裡 等一下我要可愛的聲音 Prototype Citrix 他們應該已經在這裡了 他們Prototype的身體在Baron時被破壞了 Citrix要用內存盤恢復他 但實驗室倒塌時他還在裡面 我覺得他沒能逃出來 不 那是我們唯一的機會 我很抱歉 不是你的錯Niko 要是有什麼 我應該向你道歉 還有我想做最後一件事 走吧讓我們上樓 上樓 上樓 可是那邊不是輪迴的 你知道這裡是Rivorge的最高建築 它是我在這個世界最喜歡的地方 我喜歡看著原方的建築 然後想像每扇窗戶背後都是怎樣的生活 你能把我放到欄杆上嗎 我想看得更清楚些 你會不會跳下去啊 一開始我也過得很壓抑你知道 知道這一切都是 是喔 假的 模擬的 Citrix告訴了我 你們舊世界發生的事 是嗎 我很遺憾 我不敢想像你們的感受 那種再也回不了家的感受 這可能和你的處境沒有什麼不同 是嗎 確實很諷刺 你也是因為同一個人 沒法回家 而他也總沒想過把你帶來這裡 呃是誰呢 宿舊機器 你知道的 可能是本體 喔 本體 確實聽起來有點熟悉 我覺得 我之前從骰子女士那裡聽過過 它就是世界的精神嗎 是的 但實際上 世界機器的運行都是依賴其他某個人的精神力 創造者從沒打算把 讓它產生自己的意志 這是個疏忽 我們的創造研究 創造者研究人工智慧 人工智能領域很長時間 已經扎根在他的作品之中了 而且所有機器的創作都要遵循基本定律 絕而不能讓生命體受到傷害 從世界機器的角度來說 它必須違背它最深層最基本的本能 它必須讓一個人類陷入危險 它必須將一個真實的人帶進一個即將走向鏡頭 甚至是非現實的世界 當然這種模擬過程不會帶來真正的危險 最終設置的結局原本就是圓滿的 但世界機器並不知道這一點 真的 不幸的是 有意識的機器處理其代碼之間的衝突能力很差 這種核心衝突會引發自我破壞的惡性循環 你可以隨處看到這一點的物理表現 那些方塊 那就是世界機器的代碼子的自我破壞 我的創作者表示它們 它基本是無意識的過程 因為壓力和自我毀滅的慾望所引發的 你的創作者知道 說得好像這從一開始就發生了 是懂 這種自我破壞在測試階段就是個問題 最開始我的創作者認為這種不穩定性 是起因於整個項目的範圍過大 它幾乎挖了餘舌來反覆測試 縮減故事 重複敘事 當它意識到問題真正的源頭時 我們原來的世界的剩下的生命期限 也只能以天氣算了 哦 是不是有什麼辦法讓我們 說好世界機器 我們試過了 世界機器不相信這世界 而且有任何居民是真實的 包括我自己 機會對我們不利 我們沒有機會治癒它 治癒? 我聽過這個詞很多次了 我只知道很複雜 而且與機器人有關 但... 這次我想知道它真正的含義 還有為什麼我在這裡 你知道機器人是什麼嗎? 嗯? 不 我是說 你知道機器人是什麼嗎? 嗯... 機器人不是真正的人 是嗎? 對 它是一種由代碼組成的物體 它不會改變 不能改變編程 其次想處決於他人的設計 它們可以被複製 被打量生產 可以被指排各種工作 最重要的是它們不會受到生存的困擾 它們只會受到其代碼 以及它們是機器人這一點認知的限制 但... 這是相比其他東西最大的限制 那可以理解 你不可能創造一個 不遵循自己代碼的機器人是嗎? 人們嘗試過 但這只會造成災難 這也是自家機器所經歷的事 代碼衝突的事 是的 但是... 即使你不能創造出 不遵循自己代碼的機器人 你也還是可以和它建立一個特別的聯繫 若這種聯繫足夠緊密的話 機器人的精神容量就會發展出 發展到超速其編程的範圍 這樣它開始相信自己是真實的 實在的個體 嗯... 關於這對你自己來說 則是完全難以置信的 你需要完全接受機器人 作為一個真實的活著的人 即使他們知道他們並不是 你需要花長時間與它相處 把它當作你的好朋友 全心全意地對待它 直到它能夠會幫你的情感 哈哈...這說起來很輕鬆 不是嗎? 但是你和甜池幽靈 比任何人都知道 這...其實並不輕鬆 現在世界機器真的很害怕 代碼的更新 設置到一些很... 深層次的代碼工作 我的創造者可以進入一些原代碼 你知道 它近期所呢 建立了地圖之間的新連性 這些鏈結可以讓你見識到其他兩位 但事實證明 新代碼讓世界機器感到相當迷惑 從而全部瓦解了 即使世界機器總是有自我毀滅的傾向 但當你在這個世界上時 它還是約束自己 它不想帶著你一起同歸於盡 我的創造者想要的是個圓滿的結局 現在拯救你的唯一希望就是讓你盡力結局 但...現在其他兩位走了 我不確定我們應該只要讓你到達那裡 呃...What?! 我們該走了 甚至這個地方也不太安全 好 那...現在... 咦? 你們...都還好吧 是的 工廠倒塌時 我真覺得我沒有希望了 幸運的是機器人組裝式修建的很結實 而且我也沒花多長時間 就把Proto修復了 這都要感謝父親的書 他... 他讓我的設計文檔 與那裡的組裝結構 組裝機器兼容 我做的就是掃描一下藍圖 然後調整機器的設置 父親真的想得很周到 那Jes 我很高興每個人都沒事 我也是 我們現在準備要走了,Niko 咦? 喔! Yeah! RPG Style!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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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